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说行善之前要先扭转自心的方向嘛 怎么样去先扭转自心的方向呢 你们回答我 怎么样先扭转自心的方向让自己可以行善呢 怎么样先扭转自己心理的方向去行善呢 我现在听到有人讲得很好 就是轻轻善的听闻正法没有错 你要去听闻 要去思维行善的胜利跟不行善的过患 这个要特别想 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嘛 真如老师在帮大家解释 师父对那个听闻鬼里的思维 文法胜利的解释的时候 也特别说过嘛 师父有特别讲 平常你觉得你自己好好的 你为什么想听法 听法也是一种善行对不对 平常你觉得你自己状况好好的 你为什么想听法呢 一定是你有特别思维 听得胜利跟不听得过患 你才会有那种 这个推动力量让你去听法 那如果说你不去做这样的思考的话 你只会觉得我好好的 我为什么要听法 一定就是这种 这种这个单着现状的这种现行 所以要先扭转自心的方向 而去行善的话 你就是要常常去听闻思维 这个行善的胜利跟不行善的过患 那行善的胜利呢 其实经典上面讲的特别多 那特别是广论 其实广论里面 我们可以说道次第里面 讲的每一个道次的修习 都是善行对不对 那为了完成这样的善行呢 所以道次第里面 每一个道次 它在实修的过程 事实上都是要我们去思维 修这个道次的胜利 跟不修这个道次的过患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广论呢 不利道次第广论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 很善巧的帮助我们 能够坚持善行的 一个很殊胜的引导 所以比如说 我们可以看广论上世道里面呢 就有几段话 那是在这个 地则评里面讲的几段话 比如说 由恭敬师 敢亲友等 而为敬重 就是你不但布施给别人 而且你是用恭敬的这种心态 去布施给别人的时候 感到什么果报呢 你周围的亲友会对你很敬重 有的人有的时候会觉得很伤脑筋 因为家里的人都是最熟悉你的人 你周围的亲友 尤其是你家里的人 都是你最熟悉你的人 那人跟人之间 因为靠近了没有距离的关系 鼻子熟悉之后是不是很难发起恭敬啊 对不对 那广论学员学完广论之后 很希望家里的人也可以学广论 但是家里的人就觉得 哇你的底细我都一清二楚 这样子 你叫我学广论 好像我也没什么动力 对不对 那时候你怎么样让人家凭空 愿意听你的话呢 敬重你的建议呢 很多人就很伤脑筋 不行啊 那这个家里的人距离都这么近 好 怎么可能让他去这个特别 特别看重我的想法呢 这边就有一个方法 看到没有 由恭敬师敢亲友等而为敬重 因为你做好了恭敬师之后 旁边那些跟你最熟悉的人 好 最了解你的生活细节的人 他都可以敬重你 这个很划算吧 对不对 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你看你现在有秘诀了吧 对不对 听完之后 是不是就很有动力 很想恭敬的去布施呢 这就是透过思维胜利 会改变你内心的方向 知道吗 所以以后布施的时候 你想到由恭敬师 感德亲友 我家里的那些人 都会对我很恭敬 太值得了 所以不但要布施 而且要恭敬 是不是心态就改变了 好 由疏守师 感德成事 疏守师其实就是 亲手进行布施 亲手进行布施的意思 好 但亲手进行布施 其实是有一种 你要关照照顾别人 那个心意的意思 这样子 感德的果报是什么 感德成事 别人也会来 尘世你 别人也会来 关照你 大家都希望 紧急状况的时候 有人关照 有人照顾嘛 对不对 其实那个 因从哪里来呢 你可以由出手师 师是布施的意思 亲手帮助别人 亲手布施别人 你可以感到 这样的好处 你们现在听完之后 心理的方向 会不会扭转啊 会不会巴不得 赶快就想去布施啊 又要恭敬 又要亲手 有没有 想到我家里 那么难调服的人 可以恭敬我 当然要很恭敬的布施 对不对 好 由硬实施 敢一切事 硬实承办 这点也很重要 善行 为什么不要拖 就是这样 好 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呢 你抢那个时间 在他最需要的时候 把他最需要的资源给他 感德的是什么结果呢 注意哦 一切事 不是一件事情而已 一切事 硬实承办 你碰到的任何需要的时候 他都可以有顺源出现 让他及时承办 这不是很好吗 我们上一集讲到 那个横且达 他过去生 就是在一个人 快要死的时候 把他的命救下来 结果他生生世世 都是长寿 乃至于到他遇到 佛头那一生呢 跳水也死不了 从山上跳下来也死不了 吃毒药也死不了 国王拿剑射他也死不了 对啊 所以 一件事情上面 你很认真的 做到了硬实实之后 是有可能 让你一切事都硬实承办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都觉得千军一法 功亏一篑 在那边憨恨的时候呢 不要光是憨恨 不要光是遗憾跟痛恨而已 勉励自己 以后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要做到硬实实 就非常有价值 其实我为什么要把这几个 寄送解释得这么细啊 就是要听闻要思维 你是不是就发现你心理方向改变了 你这样的思维一下这些胜利 你就觉得你很想做三行 你很想认真的照经典所讲的 认真恭敬的做三行 不就是如此吗 好 广东上面还有讲 不损他师感得坚固之财 如果你不失的时候 你没有损扰到别人 或者说你不是用损扰其他第三者的方式 去不失给某一个对象的话呢 感得的是什么呢 坚固之财 就是你不但会得到这个财富的果报 而且你这些财富是会很坚固的 不会轻易的损失掉的 好 但是反过来讲也有一种可能 也有一种果报业果的类型是什么 就你虽然不失给别人 但是你不失给别人的时候 你又伤损了其他很多的第三者 这样子你不失得来的果报 就可能是什么 不坚固 不坚固 好 这个就要注意 这个就要注意 好 由忍苦失感知心眷属 在做善行帮助别人的时候 在不失的时候 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要承受很多痛苦跟压力的 但是这边跟我们讲 由忍苦失 你透过忍苦失 你可以赶得知心眷属 这边知心眷属讲的其实是修行驻办 是修行驻办 那知心当然就是跟你有默契 能够配合你 能够协助你修行的 所以这一点也很重要 所以不要在这个帮助别人的时候 布施别人的时候 尤其是广论学员有的时候 很想把自己学习到的广论跟别人分享 这个叫法布施法供养 不要再遇到困难的时候就退 要想到由忍苦失 可以赶得将来自己修行的时候 也有知心眷属 知心的助办 这就很值得 据舍论上面说 书首会失得广大财 书首就是我们讲的亲手 亲手很认真很恭敬的 这样布施能会得到广大的财富 这是据舍论上面讲的 所以我记得以前我可能有讲过这个公案 其实那个时候佛寺的时候 有一位国王 他还算蛮喜欢布施 至少他很认同 但是他可能是有一些 娇慢跟懒惰的习性 他就觉得我很愿意布施 他就把大把的钱拿出来 交给他一个大臣 说你帮我去布施 那大臣布施的时候就很认真 一点都不含糊 就是每一个布施他都亲手做 好 然后这个义乐也 义乐啊 家型啊 待人早想都做得很好 结果呢 国王跟大臣那一生结书之后呢 大臣投身的天的层次 比国王的层次还高 好 大臣投身的天的层次 比国王的层次还高 钱都是国王出的 结果最后呢 帮他跑腿的大臣果报比他好 就是书首会失 获广大财 你越是了解圣灵 你就做善行的时候 你就愿意认真用心 所以呢 如果能够坚持行善 养成习惯的话呢 这边说行善的人加油嘛 你把善行养成习惯的话 广论上面有一句话叫做 他是现行犹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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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因为你已经对这个 善行养成习惯了 乃至于到下一生呢 你这个夜席气很强的时候呢 人家不用教你 你也不用特别做意 你自然而然就开始继续 接续你的善行 把他做得越来越深广 越来越不费力 他是现行犹如梦 其实这边我想举自己的一个例子 我也不想讲这是我的功德 这也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功德 因为我是出家人嘛 那出家人有的时候会受到一些供养 尤其是我刚刚出家没多久 那一次我记得好像我是去 我还记得我是去台南 因为之前都没出寺院 那次被师父派去台南讲法上课 去了一趟台南 我记得那次我第一次受到供养 突然有人就供养了我 供养了我一份供养金 一拿到那个供养我就有点慌 因为我以前没碰过 我真是有点慌 那位居士好像还是跪在我面前 我当时真的很慌 因为我出家也没很久 可是我直接的反应就跟他说 好 我会帮你供养给师父 从此以后所有人供养我的时候 我都是这句话 习惯性的就是讲说 好 我帮你供养给师父 其实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出家二十多年了 好像从来没有谁给我的供养金 我会有那个念头 所以我想把他留着自己干什么 真的没有这个念头 好 给多给啥都一样 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甚至上次有一位居士还供养 我一个算是比较名贵一点的东西吧 其实我也不懂 反正就是一种什么 什么名牌的什么东西 我也不懂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总而言之他是很认真的供养过来 然后他说法师希望你收的 留着自己用 我说我会帮你供养给我的老师 好 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 就是这边讲 他是现行犹如梦 当你把一个善行养成习惯的时候 对你来讲 一直做他的时候 完全不会费任何力气 完全不会费任何力气 我想想看 对 我记得那个刚出家一两年 有一次 有一次我好像是 我缺 就是有一次好像 我们那个时代还有所谓的随身厅 放录音带那种小的录音机 随身厅 有一次我好像觉得说 我好像在圣诞的学习上面需要一个随身厅 我好像手里没随身厅 那时候就稍微起了一个念头 说 那最近收到的贡养稍微留一下 看能不能存一点 买个随身厅这样子 这个学习要用的这样 结果起了那个念头 然后 那一阵子收到贡养 我也才这个 这个累积了一两千块 然后我开车出去的时候 就莫名其妙的 被人家插撞 我看到他车子 我停下来 他没停下来 然后他插撞了我 可是下来的是一位女的驾驶 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哭闹 那我是出家人也不敢怎么样 后来我就把我的两千块都赔给他了 这样 所以经历了那个事情之后 我就觉得 我留钱干什么 留钱之后 没有供养到师父 然后又都画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面 就觉得很没意义 所以以后就更坚定 觉得说 我收到供养都要供养给师父 就这种感觉的 后来呢 有一位居士呢 他那次听我讲那个公安之后呢 他在我第二次讲话的时候 就神秘兮兮的走到我面前 后来放了一台小的随身厅 说法师上司听你开始听到你说你缺一台这个水声厅 那我就打算供养你一台水声厅 希望您能接受 后来想一想 我就跟他说 说这一次就没有办法接受 真的是很抱歉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真的接受了 就代表我上次讲法的那个动机呢 可能是有杂染在里面 如果说我真的是为了那次的讲法 然后希望自己最后也能够得到一台水声厅的话 那这样的讲法的动机是非常糟糕的一种动机 造的也会非常不好 所以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说 真的很抱歉 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你这个录音机 那时候就回绝掉 回绝掉它了 今天事后想一想也很遗憾的 其实那个时候 我其实可以很高兴地跟他讲说 我会帮你供养给师傅 那我想那个局势 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伤心 但是我想讲的就是 我们这边说的 事实上当你慢慢懂得去坚持行善 慢慢戒律的概念 你也越来越清楚 你慢慢练习去持戒 持得越来越熟练的时候 其实到最后 你的善行越做越深广 但是你可以越来越不费力 是可以这样做的 我那个浅薄的小小的经验是这个样子 好 那请你们参考 谢谢观看 您的生互 还对 衣 below Care 你 原来 将